美国国务议员很关心台海这边 是不是真的发生战事 所以美国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这场兵推 美国是美国赢吗 还是美国输 当然是美国输 如果美国赢了的话 他就大肆宣扬 过去其实多次的兵推 就其他的智库 或者是其他美国国防自己所做的 就过去大概五年以来所做的兵推 然后大陆胜的次数都是多的 所以这次推出来 应该也会是大陆胜利 因为毕竟依照现在的军事状况 我们结合实际看都知道 都不用说等到2027或者是更久 就两年的围台军演 已经很实际的告诉大家了 美国就跑了 就去年围台军演的时候 雷根号在旁边 然后雷根号马上就跑 今年围台军演的时候 尼米字号在旁边 尼米字号马上就跑 美国不是口口声声保护台湾 结果真正到了军事演习 真正到亮剑时刻的时候 狭路相逢勇者胜 美国没有当上这个勇者 美国就跑了